掌握了財經就掌握了全世界 歡迎鎖定一式賺大錢 在今天台幣不是的行情部分 今天最後收盤還好 看起來盤中跌幅比較大 收盤剩下是一個小跌的情況 小跌18點 期間418點 但是量卻萎縮到了463億元 這個量萎縮的情況之下 寫下近五個月來的低量 低量會擔心地價嗎 這是一個反射性的思考 這是投資朋友比較擔心的地方 而另外一方面 這個低量算不算是一種 比較吸收心態 這個行情的變化 會不會隨時引爆 這樣的買盤契機 不過禮拜三台子也準備要結算 那麼目前為止的話 空單將近還有7439口的 外資圈的部分 外資圈操作動向 會擔心是一個空單機器加碼嗎 還是說這個空單的力量部分 會不會視為 會不會有些回補力道 再看到一點 來看到是在亞股的行情 在亞洲股市裡頭 首先要看到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在今天傳出一些 比較偏空的消息 擔心是一個國債的危機 這IMF所說的 結果呢 股價表現 指數表現卻還是逆勢上揚 台幅0.5%之多 韓國股市下跌0.4% 台北股市下跌0.2% 至於在大陸的部分 下跌0.6%之多 再來補充的是 在整個歐美股市的盤後板表現 在歐美股市當中的話 整個美國市場方面 美國盤後盤部分 利首在小紅盤的位置 幾乎是在平盤 倒是在德英法 則是一個小跌的情況 好 那麼在台北股市部分的話 今天失守的年限 期間432點 會擔心壓力很大嗎 尤其在低量的情況之下 會擔心出現低價嗎 這些都是稍後要討論的重點所在 馬上為您邀請到現場的來賓 首先為您介紹的是 資深分析師陳建全 建全你好 蘇建好 各位觀眾大家午安 以及為您介紹的是 華信投股分析師陳敦玉 敦玉你好 蘇建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是 接下來為您介紹的是 信長環球執行長 封開平 開平兄你好 蘇建大家好 我是封開平 我們歡迎三位來到現場 那麼一開始 先來聽聽看 在開平兄弟觀察 尤其從國際股市的觀點出發 在國際股市開始的話 回歸基本面 國際多空訊息的一個快遞 震頭內容還真是不少 首先要看到的是 在美國方面 消費信息飆向5年來的新高 10月份達到83.1 由於市場所預期 這個消費信息的部分 已經飆向5年來的新高 過去偏空的消息當中的話 也注入一股強心計嗎 倒是在美國企業本期 掌握亮起了紅燈 第三季經營只有59% 獲利超出預期 但是這個偏空消息的部分 市場之前的話 已經一而再再三地零給大家 重要是掌握到第四季 擔心還是一個壓力嗎 至於在歐洲市場方面 G7有意要振興措施舊經濟 梅克爾怎麼說 他說降稅是一個選項喔 所以看起來是一個笑臉 這是一個比較偏向多方的題材 至於在希臘減債調配整個新藥方 德國財長看好不會破產 這算不算又是一個好的消息 開始有些好的消息傳出來 所以歐美股市指數部分 都在高檔維持一個相對的震盪 至於在大陸方面 看起來是一個好的消息喔 9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了1.9% 重返了一次頭 至於在出口規模創下歷史新高 年增率達到9.9% 由於市場所預估的數字 看起來也是還不錯喔 那麼在台灣方面的話 哇台灣相對都是哭臉喔 德一智怎麼表示 他說台股第三季的營收科技股成長 是比往年比較差的喔 據在科技業財源恐怕落在第四季 前9個月累計人數將近已經有7000人 這個財源動作不只在國內喔 也要告訴大家 包含在國際性的這個財源動作的話 也是非常非常積極 不過聚焦的大部分都放在科技產業的身上 那麼一開始先來聽聽看 在開明兄弟的觀察喔 在國際股市變化裡頭 剛剛所看到有些歐美股市部分 看起來是有些多方的消息傳了出來 可是呢 維持一個相對的高檔 縱使有些回落空間 不過還是一個高檔震盪喔 震盪過後 現在擔心是一個大腳一踹的壓力 還是說震盪過後的話 持續往高檔再挺進喔 我剛才看到那個蘇贤那張手板 我突然想到那個副總統說的什麼 眾人皆壞我還好 結果我剛才看不對啊 人家大陸股市 美國股市 歐洲股市 所以你剛剛那個都是笑臉啊 最新的 這最近的一個 對呀 那為什麼我們是哭臉呢 所以這個地方 我告訴各位 就是那個量的問題 那這個量主客觀因素 別人壞的時候我們就壞 我們別人好有好的時候 我們也不見得興奮起來 那當然也是跟這個 所謂的一個主觀性的 一個政策的一個壓抑也有關係啦 那這個我們就 還是要面對現實 這個講太多也沒有用 就是你現在面臨到這個格局怎麼辦 我記得我在上個禮拜來的時候 我在選股的時候 我就開始說 我都是攻擊性的比較多 我開始走一個比較防守型的 那我甚至於說 那是因應那個選股原則 不然我真的很想 都選那個低價股 不太選高價股跟 那好 我還講了一句話 我說 我說 結果我說 大盤不怕跌 最怕什麼 是帶量爆量下殺 跟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更慘 就是跳空下跌 結果一語成证 那個我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 他竟然是 用跳空的方式去選擇 那個是最破壞結構 是最麻煩的 因為那個要回去 要費很大的力 所以說 你可以看到這兩三天 還是一樣 當然今天量說 我覺得今天量說 等於說 至少比今天還繼續爆量 中繼下殺 還好一點點 當然 不代表說 我們站在客觀立場 不代表說 未來沒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 目前來講 今天這個量說 提供給你一個機會 我暫時有給你踩殺車機會 你要不要把離開那個懸崖遠一點 那這個地方 如果說 真的說 硬要講的話 就是說 還好 現在目前不是在七千 不是說在那個七千八百點 這個七千七百點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開始跳下來 因為那個地方 中繼的感覺會更強 因為現在已經來到怎麼樣 就是七千三百點 那個地方 大家注意到 之前是橫向整理一大段時間 所以說 還能夠提供給你一個反彈的期益 但是 另外一點就是說 在 我們看到就是入股 我認為反彈還是有機會的 是 還有就是說 十一月 美國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選舉 和 所謂的十八大 所以我覺得說 反彈是有機會的 但是呢 接下來這個反彈呢 到底是 要來做一個反攻 還是只是做反彈 我認為 在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是相當關鍵 如果說 你的談話重點是說 到現在還沒有 決定性的答案處 必須要再進一步觀察 如果反彈的話 到底是減碼 還是反彈的話 可以其他時候持續 有些公告的機會的話 需要再觀察嗎 反彈 像我今天選 等一下我覺得 今天選 我是 我很少做個動作 今天選 我是兩個多一個空 那個空 我當然 這個空 等一下我再做進一步解釋 因為這個位置 我就是呼應到 您剛剛所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有些股票 我給各位兩句話 有些股票跌那麼多了 我之前常常講說很奇怪 有一些那個 本益比那麼高的 然後位置那麼高的 什麼元巷啊 正威啊 我都搞不懂 為什麼還能夠炒作到 一百多塊 那我給各位兩句話 有些股票 你現在不必問 那有些價位 你永遠不必等 因為你要等到 回到你那個成本去 你要等到宏達電還要 宏達電還要 回到你那個什麼成本去 那你可能會受傷 會越來越重 所以說在這地方來講的話 有做多的標的 當然有 就是說 形態 他告訴你說 我整理到關鍵位置 我還是透露出 抵抗的味道 但是指數有壓力嗎 指數我認為說 那個缺口下來之後 的確是 對未來要再過高的一個壓力 是相當的大 所以說現在來講的話 指數空間來講 已經被壓縮掉了 對於姐姐這邊的觀察 其實從歐美股市部分 在這一段時間裡頭 從過去其實看平衡的話 是一個比較樂觀的 一個行情看法 可是現在轉去一個 比較中性 同樣的這裡頭的看法裡頭 包含在歐美股市的觀察裡頭 看起來傳出一些 相對好的消息 之前傳利空 可是股價在漲 現在傳看起來 是利多的情況之下 指數呈現是一個高檔震盪 甚至於微幅度 有一些下丘空間 會擔心是壓力嗎 當然會 因為我們一直強調說 它的基期真的很高 你會變成利多 怎麼都漲不動了 那當然就很擔心 他選舉完畢之後 是不是這個幅度就會更大 至少他在這個時候 還要一直釋放出好消息 但是如果他選舉後 大概再釋放好消息 大家也不一定會買單 但是我們有提過 就算是美國不好 你如果去抓基期低的 我覺得陸股好像 那個2000點都一直沒在跌破 其實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陸股整個來這個地方 他好像有打出一個底部 所以我覺得國際的情勢 是至今的悄悄板 我們不只是說 美國跟中國大陸 應該會是個悄悄板的狀態 我覺得現在仍然是 至於我們台股 其實上個禮拜一來講的時候 就已經提醒 如果大盤跌破月線 外資一定是站在賣超 所以外資也真的一直賣 賣到現在 到今天來講沒有量 就很難賣 那大家或許很擔心說 這個沒有量 然後今天到底會不會如何 我是覺得短線上來講的話 這個所謂的9月6號 就7330點到那個7390點 那個K棒的中間有形成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地方初步的來講的話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沙盤 但是也因為我們禮拜三要結算 既然空方都勝出了 而且在這個地方 未平昌量是用減的 而不是用轉昌的動作 就代表說他在結算前 也不會做太大的一個拉抬 那整個盤面而言的話 那應該就是陷阱一個很小很小的區間震盪 然後我認為也是要到結算後 甚至於下個禮拜 等季報完全出來會比較明顯 好 這個多空要表態的話 可能要等下個禮拜會比較明確一些些 好 繼續要聽聽看 在建權的觀察 不過在建權開始之前的話 來看一下 這兩位相當相當有意思 尤其從Q13的話題開始到現在 還有他後續的效應 之前你還記得嗎 巴拉西的財長馬加貝西 還有誰呢 還有包含這個葛洛斯部分 針對Q13的話題也是馬加貝西 可是現在拉加德他也說話囉 拉加德的身份比較特別一點 那他說話當中代表什麼含義呢 我們來看一下 拉加德在整個拉加德當中的話 所提到的說 整個貨幣基金IMF的這個總裁部分的話 這裡頭56歲拉加德 那麼58歲的柏南克 這Brenkie的部分的話 其實他有神童之稱 可是拉加德卻是一個 在被歐洲人稱為 Tran Chanel的孔子 什麼意思 他出門都是請法國的品牌 他法國人 那...